感觉到现在北韩好像不完全只剑指美国 是不是他对于中国也有疑虑呢 但是现在看起来美朝在对峙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美日韩首度的联合夜训的画面 等一下让你呈现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是金正恩对于中国 是不是果有为辞 在此同时中国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呢 我想请教石智叶老师 真的吗 美国的斩首行动已经启动了吗 为什么来自于北韩的媒体已经寄出了 当金正恩的政权可能遭到不测的时候 是由妹妹来接掌王朝 从这个态势当中看出什么 当然不要忘了渗透的同时 要渗透到台湾现在看起来宣称有十万大军 但是其他的势力要渗透到北韩这个地方 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来 你所观察的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这样 为什么金与正能够出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跟金正恩是同一个妈妈高音机所生的 那当然是以这样的一个背景 就是说他的父亲跟母亲就包妹的背景 大概爬得很快 那所以说他在这个前一阵子已经被委派为这个党的宣传 三栋部的副部长 那他有一个具体的工作就是说呢 掌管金正恩的行程 那换言之就是说呢 金正恩要去哪里 什么时候出场 他的程序为何 那都是金正...那都是金与正在负责 那甚至连金正恩的太太 那要什么时候出场 穿什么服装 那也都是金与正来负责 所以说基本上金与正已经算是掌控了金正恩的一个主要权限 当然我的看法不是说金与正他可能会成为接班人 反而我的看法是金与正他可能成为一个反斩首的一个关键人物 因为所有情报都他掌握的 那金与正会出卖金正恩吗 想必是不会的 就是说因为金与正现在能够得到一切都要靠金正恩 所以说他不会有情报外泄的问题 那如果我从接班的态度来看的话 金与正他接触党务还太浅 因为他现在排名才只有说中央候补委员的第43名 他党的经历也还过不到一年 那其实离他的整个上来有很大一个距离 而且金与正据了解 他是个性也很粗暴的一个会打哥哥的一个妹妹 所以说基本上他是个性很不受控制的一个人 所以说可能还要... 比金正恩还更金正恩 可以这样说啦 当然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说万一有斩首的不测的话 国家保卫部的部长金元宏出来的可能性 份额比较大 金元宏何方神圣 他是国家保卫部的部长 那他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有关保房的工作 但我们也知道说北韩很多人的经历都不是很完整 因为就是为了绝对的保房 所以他们要取得资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如刚才姚老师跟张博士他们讲 就是说斩首最重要的就是保房工作 而北韩这一点保房工作做到绝密 要入境也很困难 然后甚至连他的亲近部门都被亲近的人 就是连基要部门都被亲近的人所把持 而且重点是还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说金正恩他每天都会不定时的时候 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就会移动到其他的别墅去 那以北韩这种别墅大概有七八十间 那你要打击哪一间 每天半夜都在搬家 对 半夜都在搬家 那你要去打击哪一间 连厨师都带走啊 所以说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嘛 那当然北朝鲜还有一个面对斩首方法 就是先把对手的斩首的文件拿到 所以说我们刚才也知道说北韩 北朝鲜的骇客已经害到了美国的国安部门 把这个相关文件曝光了 那曝光之后美国就要重新去写这个斩首行动的规划 那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基本上我的观点就是说 就是斩首有两种反击方法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加强保防 第二个就是去取得对方的情报 把对方的资料公开 让对手重新去做一次因应 那这样的话斩首时间又会往后延 那如果说斩首行动 其实北朝鲜在斩首这个方面 算是领先很多 为什么 领先很多 他们有曾经成功过 那在1968年的1月13号 曾经派了一票人去袭击青瓦台 大概有30 将近30个人去袭击青瓦台 结果这个过程中 因为他们穿的橡胶鞋 跟南韩的品牌不符 就被南韩的保安部队发现 试破 所以就被试破了 这个在南韩叫做金星朝事件 那所以说他们斩首行动这个东西 其实北韩早就 北朝鲜早就做过了 这不是新鲜的东西 那当然南韩也曾经为了报复 他曾经做过一个就是说什么 因为那时候普正熙很生气 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来动我呢 就是说他就培养一个部队 叫做所谓的六八四部队 六八四部队就是目标 就是叫狙击金日成 杀死金日成 那可是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后来有一个转折 就是1972年 南北共同宣言 就是说那时候 普正熙跟金日成 达成一定的默契 就是都不要做所谓太过激的行动 要和平 所以说维持一定时间的和平 那维持一定时间的和平 这个六八四部队就存在就有困扰了 那后来 而且六八四部队待遇是不好的 那所以说引发了这部队成员的一些不满 那后来这些部队成员曾经有引发过一次 在1974年的时候 曾经引发过一次 那个劫持八四的事件 那后来这个事件被拍成电影石围岛 那南韩政府在2005年承认说 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这个劫持八四的事情是存在的 六八四部队也是存在的 所以说双方都有在做斩首的行动 只是说北这点 这个北朝先领先南韩非常多 所以说我是觉得很难困难 蛮困难对不对 但是都有斩首行动 从你刚刚所特别提出来了 张大哥 美国自己有自己的斩首行动 现在锁定可能金正恩的部分 南韩自己难道也没有斩首行动吗 你所了解南韩自己也有一部 这个非常强而有力精锐的斩首部队 这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南韩在去年开始 成立一个叫斯巴达3000的部队 这个部队3000个成员 从海军陆战队里面精挑续选出来 一个强悍的战事 这个部队训练的目的呢 是在24小时之内 可以到达朝鲜半岛的任何个地方 完成任务 那它的装备呢 基本上跟我们台湾的特战部队 还有美国的特战部队装备很类似 都是轻装 轻机枪 轻步枪 然后很精准的导航设备 他们比较特别的那个斯巴达部队 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位 因为整个北韩啊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配得了 类似我们现在带的手机 有个GPS定位系统 然后他们用卫星通行的方式 南韩在最近发射了 准备发射五颗人造卫星 用卫星通行的方式 把自己的位置 跟自己周围的情报 送为那个斯巴达3000的总部 所以呢南韩对竞争和斩首 这件事情已经进行了 不过上个礼拜有个新闻 也蛮有趣的 就是刚刚提到 北韩的那个骇客部队 是 说到北韩的那个网络战 全世界排名第五 其实我看到这新闻 我还蛮有趣 那一二三四是谁了 是 我还蛮有趣到底是谁 不管怎样排名第五 上个礼拜有个新闻是这样子 南韩在去年的九月的时候 北韩在去年九月的时候 他们网军啊 获取了一份很重要的资料 那么资料什么 大概六百六百二十几个 Gigabyte的资料 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美韩联合作战的计划 以及如何斩首竞争人的计划 这个被人家害走了 我想要 这马上要做计划调整 要做作战作为调整 所以说 现在这个叠对叠的情势 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紧绷的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 除了刚刚才提到说 我们斩首情报之外 不要忽视网络作战这件事情 那北韩的网络作战呢 大概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呢 就是资料的获取 资料的获取 刚刚提到那个例子 六百二十五 Gigabyte的 那个作战计划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 是资金的获取 我来讲资金获取呢 我以前在 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 读计算机概论的时候 都有讲过这么一个故事 以前呢 我们在 因为计算机的运算啊 不管怎么运算 都要做四舍五路 因为它不可能永远 无限位数 在做四舍五路的时候 就有些金额会不见 那以前就有一个人呢 在美国就有一个人呢 在IBM 他做一件事情 把所有四舍五路的钱呢 通通汇到自己 薪水账户里去 没有人发现得了 因为所有账都是正确的 对对对 都是正确的 那后来被发现的原因 是他自己喝醉酒讲出来的 我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例子来讲 北韩 像大家在探讨说 他资金获取的管道之一 就是他们网路作战 网路作战获取资金 那他们在整个网路作战里面 还有一件事情 蛮诡异的 就是北韩本身啊 他们的网路系统 是非常的落后 他们到底怎么样去 去害全世界 就是做网路公交 全世界各个地方呢 那按照这个 最近看到媒体上报道 台湾有上榜 台湾 法国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三个国家 是他们路过的地方 这个 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国安单位 也要重视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所以王老师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不管美国的斩首部队 或台湾的反斩首部队 在有准备的同时 金正恩如果遭到斩首的话 这是金正恩 金女正 好 这是金正恩的第四个女儿 那是等于是同一个妈妈 金正恩的包妹 妈妈就是高隆基 她现任是朝鲜的劳动党 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的副部长 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北韩 她位居重要的位置 可以慢慢看得出来 崔龙海被认为在金正恩当中 北韩的第二号人物 原本是当中央的一个副委员长 现在打算被任命为组织指导部的部长 就是要负责保卫领导人跟北韩内部人士 这个告诉我们斩首行动 有时候不是锁定国家元首 可能各个主要的指挥官也是斩首主要的一个目标 除此之外在妹妹执掌王朝的可能性之后 曝光的崔龙海再被强化之后 还有浦光虎 她现在被容身为党中央副委员长 兼宣传部的部长 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个氛围当中 这样的三巨头的国台办出掌之后 到底传达出什么讯息 尤其在下周三要登场的十九大 对台的策略里头 也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吗 要有决策才会有慢慢的行动形成 决策之前要有所谓的政策 在十九大的同时 对于台湾尤其是斩首小鹰 真的肯会做出比较明确的一个决策吗 那王老师怎么看 基本上我们了解 中国毕竟是一个人质社会 所以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的位置 就有它的特别的意义 这个太平国 它是前中国的国安 这个什么国务委员 前国务委员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 对不对 OK 三巨头 包括杨明杰 包括刘洁一 对 他今年七月份 七月下旬的时候 在太原举行的三台会 那个会议我有去 本来过去的三台会 都是大败败事的 都是讲好话的 结果他那一天的发言 却很强硬 就是警告我们小鹰总统 那么不要夹阳自重 不要这个 就是说清美日的这样的政策 他基本上是反对的 第二个他就说什么 台湾也不要这个什么 也反对美国来这边驻军 这一类的东西 这个是过去来讲的话 这个三台会里面 比较少出现的这样的调子 那太原国是这样的一个什么 很硬的这样的一个调子出来以后 我们也知道这个杨明杰 就社科院台湾所 杨明杰他是来自这个什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他的背后就是国安部 那么这个社科院台湾所 他其实背后也是国安部 那么前任一个就是周志淮 前任的所长周志淮下来 他为什么下来 因为去年的520的时候 他判断小英的讲话里面 说未来两岸会关系会更好 可是好像没有更好 所以他因此就下来了 那这是一个什么 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说 好那么社科院台湾所 这么重要的一个研究单位呢 也变成是一个比较属于音派的 这样的一个声音了 那没知道这个什么 这个杰将要接任这个国台办主任的刘洁一 那这个是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 他被列为这个什么 被中国的网友 列为叫做厌对天团的成员 也就是说几个在中国国安 中国外交部里面 一些对相当硬的这些硬角色 我们比较清楚的傅盈 王毅 华春莹这些我们都比较清楚 那么这些人呢 基本上就是叫做怒对天团 那这个刘洁一 他为什么会被列为这个怒对天团的成员呢 因为他在联合国在讲 有关叙利亚的话舞的问题的时候 一个人读成讲七分钟 一般来讲的话 那个安理会只要讲一分钟 就很不容易了 讲七分钟 然后批美英 就是英美这些国家 那么对于这个叙利亚的一个政策 特别是化学武器的政策 他还特别强调说 中国其实是受到化武 被化武攻击过的这样的国家 所以中国是相当反对化武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什么 很强硬的对抗这个什么 英美的这种 在叙利亚使用化武的这样的一个指控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他等于是留下给这个大陆的 或者中国的网友 留下很深刻印象的一个地方 那么找这个人来接任张志军的位置 就是国台办的主任就是学者大使后 那显然你可以看得出来 三巨头都是很强硬的 那这个强硬来讲 我们还有一个特色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就是说 中共从机构的组织的特性来看的时候 中共的外交部跟国台办 都是从军方的总政 总政部组成 可是为什么外交部相当的强硬 国台办相当的柔软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从这个什么 中共组建外交部 从1949年 到1958年是周恩来当外交部长 总理兼外交部长 然后接下来是1958年到1972年是陈毅 他的十大元帅之一 所以你看这么长的时间都是什么呀 有军方背景 特别是陈毅这个阶段 所以整个那个中国的外交部 是相当强硬的 几乎每一个到那边去历练过来的人 没有一个柔软的 我们来看国台办 国台办一开始组建 从1988年到1991年 两个主要的人物 一个是丁关根 一个是王兆国 丁关根我们知道是中间部系统出来的 所以虽然这个单位 背后也是这个什么 总政出身的 但是因为他的一个人 是比较属于中间部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不是军人 所以从国台办组建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都相当软弱 比较裸软 但是三巨头的出现 在出掌国台办你认为 对台会转为比较强硬的措施 那我请教的是王老师 从最近的台海的氛围里头 这是在美国学者伊斯安 他曾经在最近发表新书里头 特别提到 特别提到中国打算暗杀台湾总统 特别人员可能会收买绑架台湾领导人 或是收买绑架他的家人 甚至在某些设想中进行暗杀计划 我看到这些资料非常震惊 伊斯安传达他所看到的资料 因为他们是很认真在思考暗杀行动 中国对台湾的作战计划是很野蛮 而且血腥 来自于美国的智库研究员伊斯安 当然国防部长冯世宽说 我们有一切的防范准备 但是我们看到普瑞哲今天的最新谈话里头 今天他就讲了 身为美国前在台协会的主席 他说十九大之后的川习会 主要重点在于北韩问题跟美中贸易 应该不至于影响台湾 其次他说 两岸之间有相互说服 跟权力不对称的交流状态 即使台湾已经释出善意了 北京还是持续压迫 并且设置高标准的对话前提 使相互说服停滞当中 那么其次他又提到 中国目前使用权力不对称的压迫行动 但并未使出权力 十九大上习近平是否改变对台政策 值得观察 所以你自己呢 你自己也嗅觉出比较不寻常的讯息吗 因为我们看到 今天包括的邓志强 美国前国会务的亚太副助理部长 他说的 美国当前的重大挑战 跟中国企图统一台湾有关 美国有义务 要维持台湾免于遭到中国攻击 与压迫的自主防卫能力 如果今天再度发生台海危机的话 是否介入要由美国领导人决定 但纯就美军能力来说 非常有信心能够控管 最近一连串一直释放出台海之间 这种警方的关系 是怎样 有秀出不一样的氛围吗 王老师 如果想得到的话 最早在1995 95年论8月的时候 是是是 那时候就 1995论8月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 那时候整个台湾的 现在是2021 像2049都抛出来 对 然后96年是不是就 飞弹四射了 对 那这一阵子突然又来这么多的 包含伊斯安的这个2020年 今天这个谁啊 林何利又讲到2049年 都要解决了那个台湾的问题 是是是 林何利的确这样讲了 对 2049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 所以要让人家感觉到 就是说 到底这个19大之后 那么习近平到底怎么对台 但我们刚才提到的说 他用这个三大巨头来对台 是强硬的话 那我相信19大之后 绝对没有软弱的空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我们蔡英文总统 这个国庆讲话的时候 提到四部 那国台办的反应是什么 只提一个中国 不提九欧共识 是 于是告诉你很明确的 一个中国 不会再跟你谈九欧共识 我相信19大之后 中共会有动作 那当然我们会担心说 会有动作 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总为强硬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林何利讲的很好 林何利说的 习近平的中国梦 是强烈民族主义的梦 要清顺日本 打垮美帝 2049中国要与美国平起平坐 甚至在某些地方超越美国 这个梦当然也包括解放台湾 来自于美国的智库 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林何利的说法 林何利因为他是 香港中文大学的 中国研究中心的教授 他其实对中国研究是相当 有他的地位跟兴望的 那他讲的这句话 我要强调的不是这句话 他说中共不需要用武力来攻台 他说台湾的学者 学界几乎都被收买掉了 我们几乎这个太大了 台湾的学界你也被收买了吗 那也有你被收买了吗 几乎而已啊 张崇也被收买了吗 姚立民 范世平你们通通都被收买了吗 很多啦我们不晓得 他是这么讲 很多 很多都被收买了 他说只要动这两个部分的话 那么台湾恐怕就会很容易 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问题 来王定宇我想请教 定宇来到我们现场 刚刚定宇的立法院 所抛出了一顿谈话呢 反斩首部队在领口的海军 陆战队66旅 另外还有一个在里的台北市北投 反斩首部队国防部证实 的确是存在 而且过去有完整演练跟准备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氛围当中 我从这个对话里头 定宇因为忍耐现场 我觉得你掌握更多的讯息 定宇会帮我们解释 当然你要告诉我们 我们特别针对你们 刚刚在三点钟 我们在录影同时 现在包括台南高雄嘉义以及宜兰 你们现在党内协调的部分 包括你自己有意要参选 台南的部分 你看高雄有这么多的参选 刘诗芳 陈其脉 管碧林 林戴化 赵天龄 然后在宜兰的部分 陈欧珀 江聪渊 还有东山乡乡长 谢灿辉 宜兰县议员 黄世超 包括了市长黄聪渊都要参选 台南的部分当然人非常多 从王定理开始 陈廷飞 黄伟哲 叶宜金 严淳佐 李俊逸 这是嘉义的部分 张明达 翁张良 吴芳明 以及嘉义县的太保市市长的黄荣立 请问下最新的结果 有人说年底 希望你得开始做民调 这两个非常重大的议题都要请定员来告诉我 我看你先从初选的结果 我先从简单的先讲 简单的哪一个比较简单 初选比较简单 初选比较简单 今天分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本来设定一个小时 光台南的部分大概聊了12分钟过30秒就结束了 那这12分钟30秒包含了喝了一杯饮料 吃了一盒水果 然后我们就把事情谈完了 基本上党内初选 我自己的认知 这是一个大家比赛来赢取市民的认同 那民进党的知识者 其实已经很厌恶那种台高会塞塞的初选 所以刚才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宜蘭先谈 谈完换台南 那我们刚离开 接下来换别人 只谈一件事情 大家认为什么时候来举办初选比较好 就只谈这件事情 那台南的部分就是都可以 党中央来决定 那目前看起来就最有可能的弱点 是在农历年后的三月份 明年三月来进行初选 那至于只有四个县市要办初选 高雄 台南 宜蘭跟嘉义县 就这四个地方要办初选 那这四个初选是不是放在同一个时期 还是有的决定11月 有的决定3月 有的决定4月 听起来是倾向大家放在一起 但是最后还是要经过宗旨会来决定 所以它就很简单 就是决定初选的时间 那接下来该初选的一个规则 初选的方法 我觉得民进党办初选办很久了 该违规的人早就已经违规完了 不会违规的人也不会违规 你们以前办初选都是全民调吗 都是全民调 都是全民调 在某一年以前是有排了民调 在那某一年之后就全民调 那这个大概跟当时执政又变在野 有关系 那今天是完全没有谈到民调的方法 所以国民党支持者也共同可以参与您的初选 它可以去影响结果 特别在大家僵持的比例差不多 比方我们四个人 大家都10%的时候 那国民党那个支持者的决定 就会影响 那但是还是要去面对 所以我先把初选讲完 这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方法 一个时间而已 是 回到我们刚才讲斩首跟反斩首 我必须先讲两个前提 第一个 你不希望战争 你就必须准备好 你以为我们手绑起来很和平 枪都放在地上 就像当时的屠博 就是西藏 把武器都放下来 他们的国防军全部跟中共解放军 谈协议之后 快被屠杀 他的屠博人民军大概都被杀光光了 也就是说 战争只有在极度失衡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 伊拉克打科威特 他一下就把你打下来 他就会冒劲 但如果他打下去 要付出很惨痛的代价的时候 战争反而不容易发生 所以越要和平 你越要让这战争的难度越高 这第一个前提 以我的了解 我只能概括地说 外面来的 不管是封锁 不管是渡海来台 或者飞弹 台湾以目前的能量能力 我们都有办法处理 不要看我们台湾 看你怎么办 但最麻烦的是国内渗透 跟斩首这一块 所以 刚刚有特别强调这个部分 难度最高 其实在渗透的部分 现在就是说 在陈水扁担任总统的时候 斩首行动这个名词 第一次在我们的汉官兵退的时候出现 也因为这个出现 在当年成立了一个旅 叫做林口旅 海军陆战队66旅 住在地是林口 而派了一个营 进到了北投复兴刚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国防大学 里面进驻 那所以我第一个询问就是 这是一个反斩首部队 它我们的首都保卫战 是靠我们的宪兵营 它周边的驻军 官渡士等等 但是反斩首部队 是保护重点人物 比方说吴国东的头很值钱 要被砍掉了 但这个部队要怎么去 保护这些的重点人物 卫须保卫战 就首都保卫战 有官渡士 有我们的宪兵 天之第一营等等 但是这一个66旅 就在林口 一个营就在北投 它怎么样去保护 政经的人士 包含这些名单 包含他们的住所 包含怎么防止 包含四千的预防 我们常常看美国电影 发生什么外星人打来了 就有人跑到你家里敲门 范世平跟我走就拖走了 这些东西都要演练的 这不是凭空想象的 那这是反斩首 可反斩首毕竟还是一个 被动的作为 那我们现在从城嚇阻 已经嚇阻到 我们的飞弹摇攻 不管对方的雷达战 对方的跑道 对我们来讲 大概都摸得到 那我们的渗透型的 也就是主动的 去阻挠对方的运动 比方有指挥官 对方有重要的政治经济的领袖 我们也没有斩首的能量 所以他们特别提说 美国有 美国不管是 七十五空降师等等 韩国在今年九月正式成军 他们的斩首部队 那我就问了我们的是什么 那部长第一次就在那边证实说 我们有 而且我们的精锐 我今天去看了一下资料 我们有很多特战部队 陆海空军这样三个编配 比方说我们的陆军叫做特战指挥部 特战指挥部下面五个特战营 特战营另外还有一个两栖征搜营 另外一个叫做高空特勤队 一般叫做梁山上的鬼 就是梁山特勤队 梁山特勤队是三七 它的山迅要到谷关 它的海迅要到墾丁跟左营 然后另外它还有散迅是到我们的空降场 目前我该去查一下排名 它搞不好是世界第一强的 世界第一强 因为这个部队很神秘 它第一次被人家看到是在阎湾暴动的时候 198687年阎湾暴动第一次出现 它戴了面具 有美国人看得吓死的 因为那很像那个星期五 13号星期五 里面那个装杀人 天鬼 那个叫做Jason 就那个面具 然后连中国都在注意这支部队 可是地表最强 地表最强 它本身从军队就要挑出最强的人 进到里面还有16周的训练 包含体能战技 完了之后要三年的专业训练 包含了你一个人就能够指挥 脚部队作战 你要能够渗透 你要能够伪装 你能够能够到敌后 你能够在10秒钟内 辨识有伪装的伪装物后面 有多个目标体 它要干嘛 所以这一个梁山特勤队也好 或者我们俗称黑衣部队的 叫做海军特勤队 另外还有一个是 宪兵宪特队 它叫做夜音 黑衣 夜音 梁山 是我们台湾三大甲种特战队 而这三个甲种部队呢 像宪特 它在北台湾负责保护台湾 也是反斩首 它还有负责反恐 反截击 另外梁山特勤队是负责中部的反恐 另外这个黑衣的话 它另外有别的任务 其中梁山特勤队最特别的是 它的侦察后面就有反侦察 反射透它前面就有渗透 它具备有水面下 水面上 跟空中进入到敌境后方 做小部队的骚扰 跟侦察 收集资讯 瘫痪对方指挥系统 所谓的瘫痪对方指挥系统 不是当年的什么823古灵桶 在那儿捡那个电线的 那个就是斩首行动 是 来 郭忠祂再补充是不是 民进党今天启动初选的协调 但是了解民进党内部作业的人都知道 民进党的初选从来不会简单的 尤其是2018这一次参选爆炸 派系对立非常的严重 今天是初步与宜兰 嘉义 台南 高雄 今天初步是听所有候选人 参选人的意见来整合第一个时间 你们希望什么时候最好 民调落后的人当然是越延后越好 拖久一点他才能争取一点时间 他才能够畅生追击 民调赢的人恨不得明天就开始做了 我就赢定了嘛 所以各种理由都很多啦 有人说早一点决定大家可以团结啦 有人说不要这么快啊 刀刀劲骨很难看 反正都是理由很多 可是昨天已经有人揭竿起意了 嘉义的林国庆前委员跟何金松 何金松现在是统数党 这就很奇怪啊 他先讲清楚 他不是统数党 他领略退党后来支持宋楚瑜选总统 这已经点破了 很奇怪的一个结合 所以天下来其实是民进党 他加入民进党初选啊 不是 他们已经揭竿起来 是指说嘉义已经闹到这样子 选民已经不耐怀了 你党中央要有个交代啊 到底要怎么处理 现在大家在看你党中央的态度 能不能摆平这些候选人是其一 能不能让写民说 民进党还是我值得支持这个政党 这是其二啊 是 来 这是什么要态势来呢 杨老师 当然了 这个显示出来 昨天还说 郑国会连线要拱的是 林淑芬去选新北市 那新北市现在不用做民调 那怎么决定呢 新北市还是要做民调 是一个争招的过程 争招的过程 因为现在协调的这四个都是民进党连任 而且连任到齐了 所以既然是执政党 执政的现实 我们就把它单纯叫执政现实 需要接班的人 需要接来选的人 所以那个先办民调是显示出民进党 其实还是算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的政党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安排 或没有什么这个案盘 说主席欣赏的人可以出现 这个跟目前的国民党还是有点差别 可是重点我有两点要提 第一个就是时间点 它不是个人有利或不利的问题 是因为领先的人希望马上做 落后的人希望卖脸做 这个有道理的 所以我建议 因为现在这几个地方竞争太激烈 因为初选就大选 初选等于赢了 所以是不是要能够 在委托民调的 被委托的那个选择上来讲 要更 有决定啊 参加民调公司啊 还没有到谈 现在还没有谈 我这个建议就知道他们还没有决定 我还曾经看过候选人办公室 一千多支电话等你打 好 这个情势我们持续去关注 那是最后一点时间来 这是包括你知道吗 当然2018 不管在县市党大选当中 国民党推出什么人选一定是非常非常关键 可是在国际局势当中 我相信会不会也牵动到在国内整个政情 像是美日韩的联合夜训 这个突然之间的登场 到底传达出什么讯息呢 纪文大哥 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强调夜战 特别是相对于对手 尤其是北韩 它本身的夜战能力相对要薄弱 也因此强调美日韩三军的联合夜间作战能力 它针对北韩这个软热 我觉得是再明显不过 特别是强调所谓斩首作战 以前的几次反恐战争 或者两次美意战争 都是在夜间发动首席 也因此它透露的这个讯息 特别是威责北韩 这个意义是非常明显 是 出其不意 大白天总是夜间的突袭行动 可能来得容易 成功纪役比较高 可是现在说日本有妙招 说对抗朝鲜半岛当中 华尔街日报说日本的技术当中 已经推出一个非常重要 明年新的系统跟美国的军方的GPS 去协同运作会独立运行 这个日本的妙招GPS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说精准打击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要标定清楚目标在哪里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 我对于我导航的武器能不能精准导航 但在日本他们在发射了五颗卫星 一个火箭叫做H-2A的火箭 带了五颗卫星部署在东北亚这个区域 五颗GPS的卫星就是全球电卫星 同时做一个精准的解析 他们以后的精度大概是一个火柴盒大小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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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概只有这么一个大小 这么大小 那这相对于现在美军 他们全球的GPS大概二十几颗卫星 大概是两公尺到一公尺的误差 那精准度高太多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日本他们不能有攻击性武器 但是它提供给美国的 所谓的群运犯的攻击性武器 可以精准打击 来完成所谓的那个斩首行动 是是这么精准 那有这套系统之后 据说可以帮助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不仅在这个高速公路当中 怎么安全行驶 而且让这个快递无人机降落在 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目标 精准度可以这么高 来最新情势保十九大之后呢 包括范老师 怎么去看十九大的最新情势呢 我们持续锁定 我们再会拜拜